小雷公垂震戒拍官呐,这小雷公可太厉害了,他这两锤这么一反劲呐,愣把人家对方那大刀给改成了锄了,哎哟,东西人一看自己这历历比人家这悬殊太大,他这么一丢眼神这功夫儿,你这么一抬手,这小孩还真不赖,怎么不赖, 他手下留情,可能不知道是听了谁的这个嘱咐了,要不然这一锤出去正好是斗西人太阳穴,当时那就完了,脑胶灯亮了,没有,啪的一下,就被头盔打飞了,斗西人大刀也不要了,驳马就败, 奇怪的是呢,人家小雷公人也不追,盘着腿在骆驼上这么一坐,把他乐得不得了,怎么,这可那么多人一块往回拜,往回跑,好玩,哎,他把锤啊,往腰里噎,拍手叫好,啪,好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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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多有意思啊, 啊,瞧这游戏,有的听见了,这些个居校一听啊,心里甭去多难受,怎么,这叫游戏啊,打着我们大外门回啊,都是人回来这么一说, 说此子非同一门,竟是名顺不知道,哎,大伙纳闷,这五十年钱哪弄这么一回来,这不麻烦啊,旁边有几元家,就有点不服,特别是无奇, 这,这,其求此理啊,怎么,这不大白天说梦话吗,这,就这么个小雷公伞子,居然把您那刀,给那根厨一样,刀呢,刀让人家捡了去了,哎,人家捡回去之后,也不客气,往那唐利凯旁边那一戳,看出来了,甭管你们这边,薛刚这出什么阳相,哎,大小东西,不论, 人家都搁那儿展览,你这多难受啊,这个,估计看明天,我来跟他讨战,薛刚一亲的那,能行了,哎呀,元帅只管放心吧,这么个娃娃才治不了,咱们就甭回房州城了,薛刚心想你算说对了,怎么,戒派官都过不去,回什么房州城啊,嗯,这哪来这么一位啊, 第二天,吃过早战饭,两军一列队,那位又留他出来了, 无期这回开了眼了,吃小雷公,嗯,往前去吹马,哎,哎,我说小伙子, 你了不起啊,怎么战败了我家大将,偷了我这元帅的宝凯,你能不能,给我留个明信,嗯,小孩一听乐了,大丈夫行不更名,做不改行,你放心,怎么,你这将军一举一动, 甭管怎么着,也比你们那个呀,元帅强得多,知道不知道,甭废话,等我把你们一网打尽之后,我再告诉你,我是何人,哼,无期这气,好啊,那你,你看枪, 他把铁枪一抖,夫妻心说,像你我这一枪扎上你,甭管扎哪儿,就扎上你这战袍都行, 我就像车轮一样,滴溜溜溜溜,我轮你仨圈,呸的一下,把你甩出几张远去, 你请你蹬走,蹬走一样啊,你有多多分量, 他,轮枪就刺了,轮枪就刺,人家就往旁边这么一闪使锤,轻轻这么一颗烫的一下, 好吗,无期是两臂发麻啊,哎,坏了,无期心想怎么样,我这铁枪也该除了,是怎么着, 还真得扎点小心,俩人打了这么几个回合, 无期啊,也开了窍了,怎么开窍,按道理来讲,这二马盘桓呢, 啊,咱俩跑起来,宗伟乱大,呼儿呼儿一叫, 那你说这镇前这个威风,自然而然的杀气就起来了, 对面这位不行,怎么,这白毛骆驼, 他,他,他,他那蹄子落地无声啊,那扑扑的呀, 而且你别看着那么大着块儿不是吗, 你看,瘦死落得比马大了, 但是,他这个动转活动起来呀, 哎呀,甭管是进是退是左是右, 被这马,可快多了, 无期明白,这批坐机可不得了, 嘿,无期心想,我得想主意把这小雷公挑了, 然后啊,这骆驼归我, 走了几个回合,这小孩子了, 哈哈,我没有工夫啊, 哄着你们在这儿玩, 你家公子爷还有工物在身呢, 城里边我那老朋友还等着我喝酒呢, 那老朋友谁呀, 五十月, 叫那老太师, 哎,我是冲我这老朋友, 我给他临时解个难, 在这儿帮帮忙,知道不知道, 那么别不知道好歹, 说了,他刷一下, 把他坐下来保际往外这么一带, 他这个左手锤就噎起来, 只见他这个身子这么一晃无期才发现, 看他这左脸下带着一只小小的暴皮囊, 在尤打这暴皮囊里, 他这么一伸手, 喊了这么一声招啊, 把无情下了一跳, 他顺着他这喊声, 他这么一看, 无情了吗? 怎么? 哎, 好玩, 只见这小孩这么一抬手, 突然飞过来一只蜻蜓, 哎, 这怎么回事啊? 不好, 怎么? 蜻蜓带口进风, 直奔出个咽喉来, 从旁边这么一伸, 就顺着那个假叶子那方, 让人扑的一下, 震住肩头, 只听无气大叫声一声, 这一圈马没穿过来, 铁枪扔的一下, 一头, 马上就栽下, 薛刚大营这边, 这些吕镇官早就做好准备, 主帅胜利啊吧, 是败也吧, 他们都聚精会神在这瞅着, 要胜了, 赶快往前追, 追上, 要败了, 看怎么个败法, 怎么, 那就往回抢人啊, 还真准备对了, 哗一下, 吸个八角往回抢, 其实啊, 那小雷公要是一吹坐机过来, 劈里扶出一顿锤, 得锤死一半, 人家没有, 看他们抢走, 小孩笑, 抢也白抢啊, 怎么, 抢回去, 你们就给他准备吧, 准备关火, 完了这个, 说完, 烧兵, 吹吹打打人家回去了, 这儿把吴起抢回大营, 这大仗里乱了套, 怎么, 只见吴起面色清晦, 牙关紧咬,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, 肩头有一松暗器, 有人把暗器起下来, 一看啊, 低下这鞋是黑的, 明白了吗, 明白什么, 这个暗器啊, 有毒, 这可怎么办, 全傻了, 去港区这直撮什么, 明日, 这个雷公再来逃战, 我要亲自去会, 谁也不去阻战, 大伙一听啊, 元帅, 您就把我们杀了头, 我们也不能让您出去, 绝对不能让您亲自去会场, 马赞急的挖牙快叫, 这马赞光叫魂不行, 他忽然间心生意迹, 我的兄长, 咱可不能在这儿紧着耗着了, 薛刚一声, 这话全让你说, 怎么, 谁愿意在这儿耗着, 我恨不得一步就跨过界派关, 他过不去啊, 这可真应老千岁那句话, 咱们来的时候多容易啊, 溜水渣渣渣游山完水, 就到了索阳关, 可你们回去就太难了, 必须得抢关夺债, 绝不能就这样, 轻易把他们放过去, 这话都应该了, 你以为我在这儿, 爱耽误着, 不是不是, 我是说呀, 咱们得请人帮帮忙了, 薛刚一声请谁呀, 请老千岁, 我的姑父姑母来, 那我也太无能了, 怎么在他老人家的跟前, 二老跟前一天没有进过孝道, 今天我遇上点难, 就过不了这难关, 我去请二老来帮忙, 我永何脸面, 哎呀, 我的兄长不是说, 咱们去请老千岁都一胡, 哪能惊动他了人家呀, 怎么咱们九顶火焰山那有不少的朋友, 请他们来帮帮忙, 一个打不过他俩俩, 打不过三四个, 咱们大伙一块上, 怎么还站不败一个小雷工吗, 言之有理呀, 快天夜派人, 到山上请人家, 真醒来了, 好吗, 五虎弟兄到了, 然后呢, 你南齐来, 北剑没在山上, 这个南齐呀, 他心里可有点数, 怎么, 听来人这么一说, 一说这个小雷工的这个, 春州塔半使的兵器, 胯下的座绩, 引起了他, 高中注意, 马不停蹄呀, 带领着人马, 来增援学港, 当时和平立主, 这得交换点情况, 到底是怎么回事, 学高一看, 你朋友, 什么不好意思了, 用不着了, 就把自己在这回玉线都开的事情, 前前后后全说, 哦, 南齐这么一听这么办吧, 怎么, 您让我见识见识, 别的我没见过, 这小雷工我不认识, 我说不上, 他兴实名水, 但是他齐这座绩我认识, 是不是这个座绩, 我得看一看, 怎么看法, 只好列队, 跟他讨战, 我不去亲自见谅, 那五虎兄弟怎么一听, 这用不着您, 怎么, 你交给我们兄弟, 飞龙飞虎, 飞镖飞猫, 我们老兄弟飞虫全都在这, 哪个还不能抵挡这一阵, 满来, 就跟我说这可不行, 我把诸位请来啊, 是给我站脚诸位来了, 我力量不足了, 恐怕难以闯过这戒牌棍, 才把诸军请来, 不是让你们来冲锋献阵, 只是让诸位给我出谋划策拿个主意, 麻烦明日你去讨战, 得力, 第二天吃把早站饭, 再刷一下, 高屋双边杀出营盖, 感情人家小孩来叫我两次站, 这儿是免战高悬, 小孩觉得奇怪, 怎么, 打打打的怎么突然间挂起免战牌来了, 这怎么回事, 今儿倒挺痛快, 这一叫朕, 杀出一大个来, 手持铁鞭, 刷一下子, 二将在这儿, 一打对面, 那边门棋后边, 起元将都大当着两个眼睛看, 俗虎兄弟看了半天没看明白, 南棋呀, 看愣了, 他自言自语, 没错, 没错, 这座铁我认识, 门棋后藏着主帅薛刚, 薛刚你听怎么, 南棋认识他这批座铁, 我认识, 那他别打了, 赶快收兵吧, 一棒螺响, 把这小雷公给闹糊涂了, 怎么, 这刚一拉架过, 收兵了, 马上还真有点不得痛快, 怎么, 你让我跟他打两架, 看下还会不会飞出什么蜻蜓来, 你怎么, 怎么收兵了呢, 人马一回打仗, 等翻回来, 马上这才明白, 不打这是向着自己, 南棋告诉他, 哦, 谢帝, 不打对了, 打呀, 你肯定得吃亏, 你想开个眼界, 见见了, 见, 怎么, 这东西现在我全能明白, 他的暗器, 还有他的坐机, 手里使这对锤, 我都见过, 我一听这太好了, 那您说, 这个蜻蜓怎么回事, 列妹, 我可没使用过, 我知道, 此乃暗器中的, 一绝, 这蜻蜓锁喉标, 一共有九支, 这九支里边, 四支是为了毒药的, 五支没有, 他不打则以, 标一出手, 十支八九难以躲过, 因为什么, 这东西, 你一看, 你不注意, 那算了, 那要是一注生意, 非爱上这标不可, 这厉害, 拍着手里这对锤, 尤其是胯下那坐机, 啊, 闪电雪花图, 你喝, 战里中将一下全愣了, 怎么, 这九鼎火山这地方不大, 感情藏龙卧虎啊, 哎呀, 南齐将军, 您怎么知道的这么详细, 实不相瞒, 我认识一个人, 这位啊, 是一位出家人, 是个出家的道人, 我曾拜见过一次, 向他求教过, 可是呢, 人家没教我, 可能我不够资格, 败在他的门下, 但是很荣幸见我这么一面, 这个暗齐就是他的, 这种暗齐重生之后七天, 独起灰心, 准死无疑, 听到这儿啊, 薛刚哭了, 怎么, 无奇, 性命休矣, 慢来慢来, 南齐, 白了白手, 元帅您别哭, 您一哭我的房村就乱, 不妨薛元帅, 您得辛苦一堂, 怎么, 您随我一块去, 拜访这位道人, 把他的人家最好请来, 才能打开戒牌棍。